好 下面我们再来讲第二个 将交易价格分摊至各单项履业义务当中去 好 那么上一个标题我们讲了是确定交易价格 那么第二个呢 再将交易价格分摊到各个单项履业义务当中去 按什么标准 用老准则的话来讲按照公元价 那么新准则来讲呢 那么叫单独售价 就这四个字单独售价 明白吗 好 下面先看第一个标题 分摊合同折扣的一般原则 这里出现合同折扣 所以合同折扣就通常我们所讲打折 打折这个内容就是这个内容 再来看一下 合同中如果包含两项或多项履业义务的 那么且应当在合同开始按照各单项履业义务 所承诺商品的单独售价的相对比例 也就是公元价比例 将交易价格分摊至各单项履业义务中去 好 什么是单独售价 指企业项客户单独销售商品的价格 那么单独售价如果无法直接观察的话 那么且应当综合考虑其能够合理取得的全部信息 那么你可以采用市场调整法 成本加持或者余制法等方法 合理的确定出单独售价 这几个标题的概念不用管它 那么考试的时候会给你的 好 这一个 第二个 什么叫余制法 所以余制法叫倒挤 倒挤出来的方法叫余制 但倒挤的词不好听啊 所以翻译过来叫余制法 那么当客户购买一组商品中所包含的 单项商品的单独售价之可 只要高于交易价格的时候 表明客户因购买该组商品而取得了合同折扣 也就打折了 通常我们说讲打折了 那么什么是合同折扣 是指合同中各单项履业义务 所承诺的商品的单独售价之可高于 这个合同交易价格的金额 叫合同折扣 好 那么合同折扣 最典型的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 就是老准则中所讲的商业折扣 就是商业折扣 比如说我的商品标不价100块钱 好 那么9折 9折 那么9折我给多少钱啊 你收多少钱啊 一个给多少钱收多少钱吧 我们是销售方我们收多少钱收90 商业折扣就是10% 对吧 那么打9折 但商业折扣这词现在不再用了 所以商业折扣就类似我们这所讲的合同折扣 合同折扣 接着看 那么且应当在各单项略业义务之间按照比例分摊 合同折扣 那么这个比例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单独售价的比例 那么如果有确凿证据表明这个合同折扣 与合同中一项或多项而不是全部的 不是全部的啊 履业义务相关的 在这种情况下 怎么办啊 且应当将该合同之后 分摊至相关的一项或多项履业义务当中去 所以说白了 用中国话来讲 说白了 合同之后跟谁有关 分配给谁 跟谁没关 不要多分配 跟谁有关 分配给谁 就这个原则后面一直要用到这个 所以你分摊合同折扣 后面还要分的可变对价 等等都要用到这个概念 跟谁有关 分配给谁 跟谁没关 不要分配 看到例题 看看这题 跟谁有关 分配给谁 蒋公司与客户签合同 向其销售ABC三个产品 合同总价款是140万元 三种产品构成三项略有 那么企业经常以60万的价格销售A产品 这是一个 那么其单独售价可直接观察 那BC产品的单独售价不可直接观察 那么企业采用市场调整法算出来是单独售价35 从成本加成算出C产品单独售价是65 那么假公司通常以60万的价格单独销售A产品 将BC产品组合在一起 那么以80万的价格来销售 好 下面我们问 ABC三个产品的交易价格是多少 那么我先问第一个问题 这个题我记得特别清楚 我让大家去做的时候 很多人找不出资料来 这是最麻烦的事情 做题找不出资料是最麻烦的 下面我们来问大家 A产品 就说A啊 A产品 A产品我想问的问题就是 第一个是单独售价是多少 单独售价是多少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然后再问交易价格是多少 这俩概念是不一样的 交易价格是多少 来吧 进入第一个 那么A产品的单独售价多少 这儿呢 这个 这个三角 这个是60 60 好 这60 那么再看它售价多少 甲公司通储60万的价格出售 所以它的交易价格就是60 那么接着问A产品打折了吗 没打折 是不是没打折 没打折 所以A没打折 那么再看B和C B和C 再看B和C B加C B加C的这个单独售价多少 能找出来吗 那B其中 看好了 B和C单独售价不可直接观察 但是采用市场调整法算出35 35 那么C呢是65 那么这俩加在多少 这俩加在一起是100 好 这是一个 那么再看交易价格多少 交易价格 他们俩结合在一起卖多少钱 卖80万 卖80 那么问打折了吗 BC打折了吗 B加C打折 打多少折 20万 这20万跟谁有关 跟A没关系 跟B和C有关系 所以跟谁有关分别给谁 明白了吗 好 所以来看一下 三种产品的单独售价 合在一起是160万 那么资料在下面自己看 所以是160万 其中的是A是多少 是60 B加C是100 35加65 是加在一起160 而合同的这个价格多少 合同价格是140 合同价格是140 好 那么看好了 160 140差多少 差20 那么20跟谁有关 我们再看跟谁有关 A产品的单独售价60 交易价格也60 跟他没关系 而BC的单独售价100 那么卖多少钱 交易价格80 所以说跟这个B和C有关 与BC有关 与A没关系 所以再看一下 所以在这里头 由于假公司经常将B和C 组合在一起 以80万的价格出售 而该价格与其单独售价100 直接的差个整好20 说明 说明该合同的整体折扣 只是和谁有关 和B和C有关 和A没有关系 因此这之后只需要在BC之间分配 不需要在A之间分配 所以只需要在这个BC 所以A的交易价格就是60 那BC呢 那BC就需要分配了 BC的交易价格80 按什么标准分配 按照单独售价 单独售价35加65 35加65 分子上各自的单独售价 那么算出28和52 完事了吗 加在一起 加在一起 他们俩加在还是那80 还是那80 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讲的大折了 合同之后跟谁有关 分配给谁 跟A没关 不要分配他 跟BC有关 在BC之间分配 按什么标准 那么按照就是他的什么 单独售价的比例分配 听懂了吧 很简单 好 这是一道题 接着看 那么如果确凿证据表明 合同折扣 仅与合同中的一项或多项 不是全部履义务相关 且企业采用余制法了 就是麻烦就麻烦在这 麻烦在这了 采余制法 倒计的方法 来估计单独售价的 那么应当首先在一项和多项 履义务之间分摊合同之后 然后再采用倒计的方法 来估计单独售价 那么这种情况下才能倒计 好 那么我们还是用 沿用前面立体来看一下 假定ABC产品单独售价不变 还是160 那么是60加100是160 那么BC产品组合在一起的售价 那么售价等等还都不一样 那么折扣还是20 跟谁有关 还是跟那个BC有关 跟没关系 点的一 那么现在合同价款 也就是交易价格总价调整了 调整了 那么调整到19 那么假公司与该客户又签订一个合同 除了ABC以外 又有一个地产品了 地产品的价格波动较大 假公司呢 那么向不同的客户单独销售地产品的时候的价格 是在30万到80万之间 这种情况下要怎么办 那又怎么办 好 所以这里总价款是19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第一个假定 第二个假定 总价格变成155 不是刚才这19 变成了155 那么假公司与该客户签订的 还是有个地产品 地产品价格波动较大 好 区间范围是30万到80万之间 好 分别两种情况 我们来问 这个地产品的交易价格到多少 就地产品确认受金多少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假定 那么由于地产品的价格波动较大 假公司计划采用倒计的方法 确定其单独售价 也就余制法 叫余制法 由于合同折扣20万 刚才说了 跟谁有关 跟A没关系 只跟BC有关系 所以我们先怎么着 我们应该先将这个20万折扣 在BC之间分摊合同折扣 所以ABC产品 在分摊了合同折扣之后的单独售价 那分别是60万 是一个28合5上 好 那么60万28合5上 合计还是140 等于它就交易价格了 然后我们再采用倒计的方法 再采用倒计余制法 那么估计地产品的单独售价 那么也就是说 总的价格是19 扣掉140 还剩50 还剩50 那么这50算出了 关键的问题在这了 那么该金额在假公司 以往的单独售价 地产品的价格范围之内吗 往前看之内是多少 往这看啊 之内多少 30万到80万之间 那么我们算出来 这个金额再不在这个区间范围内 再就行 正好在这区间范围之内 表明分摊的结果 符合分摊交易价格的目标 即该金额能够反映 假公司因转让地产品 而预期有权收取的 这个对价金额 所以这50在这个范围之内就可以了 好 这是第一个假定 第二个假定 假公司采用余制法 估计地产品的单独售价 是多少呢 是15 是15呢 因为总价格是155 扣掉ABC的交易价格140 算出来是15 那么这15在不在我们刚才给的范围之内 往前看在这呢 15在不在这个30万到80万之间 没在这个范围之内 没在这个范围之内 这15万没有在这个范围之内 那么该金额在假公司 以往单独销售地产品价格区间之外 表明该分摊的结果 不能符合分摊交易价格目标 也就是说这个金额不能用了 那么该金额不能反映假公司 因转让地产品预期有权收取对价金额 在这种情况下 余制法 所估计地产品的单独售价 就是不恰当 不恰当的话 你就不能用 不能用怎么办 用别的方法 紧接要学问 老师什么方法 你不要管什么方法 学到这就行了 考就考到这 考就考到这 所以你不要再问什么方法了 你再想办法用其他的方法去计算就可以 反正余制法不让你用了 因为没有在区间范围之内 好 这是我们讲第一个问题 那么第二个问题 合同资产 合同资产和刚才第一个问题 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合同折扣 当合同中包含两项或多项旅益物时 如果企业履行了其中一项旅益物 向客户转让商品而获得一项有权收取的这个对价权利的时候 而且该权利是取决于时间流失之外的其他因素 再说一遍 该权利是取决于时间流失之外的其他因素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企业确认为什么 只能把它确认为合同资产 借记合同资产 而不能借 应收账款了 是取决于时间流失之外的其他因素 什么意思呢 很简单 看立题 很简单 21年3月1号 甲公司与客户签合同 向其销售AB两个产品 合同价款是500万 A商品的单独售价是120 B商品单独售价480 好 那么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单独售价合计多少 是600万 那么我卖多少钱 卖500万 打折了吗 打折了 那么这个折扣一般 跟谁有关 跟A和B都有关 与AB都有关 是吧 与A和B都有关了 好 再接着看 合同约定 A商品与合同开始日交付 而B商品一个月后再交付 只有当两项商品都交付之后 甲公司才有权 才有权收取这个500万的合同对价 才有权收取这500万对价 那么也就是第二个商品 没有发出 仅发出一个商品 那么这500万你收不到 所以现在有条件收取 假定A和B商品分别构成单项旅游 其控制权在交付时转移给客户 好 要求 别分路 把分析 首先这条题存在合同折扣 合同折扣是100 因为单独售价合计是600 那么交易价格是500 所以存在合同就大折了 因此怎么办呢 跟谁有关 跟A和B都有关 所以分配去 所以交易价格500万 按什么标准分配 按照单独售价 所以120加480 120加480 看见了吗 分子上是各自的单独售价 120和480 那么算出了100和400 100和400 加在一起一定等于500 所以A商品确认收入是100 B确认收入是400 好 那么再接着看 A商品交付时确认收入 借记应收账款不可能 借银行存款谈不上 所以只能借合同资产 代主营业务收入 为什么呢 因为题目告诉我们这么一句话 只有当两项商品都交付时 且才有权收取500万代价 那么现在只交付一个A产品 而B还没交付呢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叫什么 那么叫做有条件收取 不是无条件收取 是有条件收取 所以我们在只能借记合同资产 而不能借应收 好 代主营业务收入 好 一个月后B商品交付了 确认收入400万 那么这个应收账款就可以确认了吗 应收账款可以确认了 那么合同资产冲掉 所以代记合同资产转为应收 这个应收账款变成无条件收取了 上面的合同资产有条件收取 应收是无条件收取 好 那么我们来解释一下合同资产的概念 合同资产是指写向客户转让商品 而有权收取对价的权利 而且该权利是取决于时间流失之外的 其他因素 其他因素 那么应收账款呢 应收账款是写无条件 无条件的收取合同对价权利 所以该权利应该作为应收来单独列事 二者区别在什么 应收账款代表的是无条件收取合同 价款权利 你就等着吧 等什么 也就等着啊 一个月后 两个月后收取 所以仅仅随着时间流失就可以收钱 而合同资产呢 不是合同资产 并不是一项无条件收取或还 那么该权利除了这个随着时间流失之外 还要取决于其他的条件 比如说旅行合同中的其他的旅行义务 比如说刚才A产品交付了 B产品也得交付 两个产品都交付以后 你才能从这个有条件变成无条件 无条件收取 所以因此 因此与合同资产和应收账款相关的风险在这不同 应收账款随着时间流失 仅仅承担信用风险 而合同资产除了承担信用风险外 还要承担其他风险 什么风险 最典型履约风险 不履约了 双方都有可能不履约了 所以共同特点都是随着时间流失 都是随着时间流失收钱 承担风险都是信用风险 不同点 那么这个合同资产还多了一个风险 叫履约风险 此外合同资产的减值计量猎豹披露 那么按照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进行 那么这个内容没问题 但是顺便说一下 他提减值的科目变了 借的不是信用减损损失 而借的是资产减损损失 因为合同资产 他不属于金融资产 这是第二个问题 分摊合同折后 分摊合同折后 那么第三个问题 再来分摊可变对价 这是最难的 分摊可变对价 分摊合同折后非常简单 跟谁有关分配给谁 跟谁没关不要分配 这块道理是一样的 跟谁有关分配给谁 来看一下 那么合同中包含了可变对价的 该可变对价可能与整个合同相关 所以整个合同包括已经履约过的合同 还包括没有履约的 所以与整个合同相关 也可能与合同中某一个特定组合的部分相关 那么后者又包含两种情况 那么一是可变对价 可能与合同中一项或多项有关 不是全部跟是有关分配给谁 比如说是否获得奖金取决于什么呢 且能否在指定时期里转让某项 以承诺的商品 举个例子 非常简单 你能不能获得奖金 比如说咱们签合同 我为你们建造个大楼 建造个大楼 那么这个大楼 在建造当中在开始的时候 建造大楼一个亿 总的造价一个亿 好了合同中规定说如果建造这个大楼 拿到国家鲁班奖的情况下 如果能拿到鲁班奖 这是一个 可能吗 也可能的 或者说你提前三个月完工 提前三个月完工 我给你加上100万奖金 加100万奖金 建造期三年 建造期三年 好 那么这个新旧准则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在合同开始 我要估计咱们就说不说鲁班奖 能不能提前三个月完工 我在第一年的时候 合同开始不知道能不能提前完工 不知道 不知道情况下 这个奖金注意 那么这个奖金你就不能加到 合同总收入中去 也就是说不能加到交易价格中去 就那句话不满足 即可能不会发生重大转回 那句话不满足 到第二年 第二年也不确定 只有第三年才确定 那么这时候这100万应该加到第三年的总收入中 加到那个价格当中去 如果我在开始第一年 我就能够预计 好 那么从第一年开始加 就加了 那么这种用铝进度 那么分别确认三年的收入就可以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 就有可能跟第一年有关 跟第二年有关 第三年有关 也可能只跟第一年有关 或者只跟第三年有关 都有可能 所以一般来讲像奖金的那种 那么往往就是说 可能跟一二三年都有关 也可能只跟第二年第三年有关 跟第一年没关了 也可能只跟第三年有关 都有可能 跟谁有关分配给谁 跟谁没关别分配去 好 这是第一 第二 可变对价 可能与企业向客户转让 构成单项旅客物的 一系列可明确区分的商品中的 一项或多项有关 那么这种情况就是什么 也是一个时段义务 比如说 那么为期两年的保洁服务合同中 第二年的服务的价格 将根据指定的通胀率来确定 比如说第一年 每年提供保洁服务的收入 我为你们干活 假定10万块钱 那么第二年怎么说呢 第二年这么说 说第二年如果通胀了 或者CPI涨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好了 我们就应该涨 比如说涨1万块钱 你看11万 原来10万 现在变成11万了 好了 那么这1万能不能加到第一年中去 不可能 跟第一年没关系 因为是第二年的服务价格 是吧 所以这种情况仅跟第二年关 跟第一年没关 跟第一年没关 你就不能加到第一年中去 只能在第二年 或者后面还有呢 有可能第三年 所以根据有关 那么算给谁 就算给谁去啊 算到谁的身上 这一点要注意 所以第二个标题和第三个标题 都是差不多的 同时 接着看啊 同时满足下面两项的情况下 且应当将可变对价 及其可变对价 后续变动 这还一个词啊 后续变动 全部分摊与之相关的某项 单个的啊 注意单个的 不是两个三个的 就是一个的 与之相关的某项旅业务 或者构成单项旅业务的 一系列可明确区分的商品的某项商品中 那么什么 就是一个啊 一个 比如说是建造 一个大楼等等啊 好 那么这种情况下 注意同时满足啊 第一 可变对价条款 专门针对企业 为履行该项旅业务 或转让可明确区分商品 所做努力 就是为这一件事 就为了一件事 那么没有别的 就为了一件事 所做努力 好 那么第二 且在考虑了 合同中的全部履行义务 及其支付 这个条款后 符合同对价中的 可变金额的全部 全部 分摊至 该项旅业务 或者该项可明确区分的 可明确区分的 符合分摊的交易价格的目标 也就是说能够分配这个单项 这个目标是确定的 就跟他有关 跟别的没关 跟别的没关 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 前面的例子啊 说两年期保洁 第一年价格十万 第二年如果CPI涨了 那么价格上涨一万 那么这一万 这一万 看好了 仅仅就是跟第二纽有关 跟第一年没关系 而且我所做的努力 就是为这个努力 就为这个努力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那么就单向 好 就单向 好 这是第一 那么 那么 再接着看 对于不满足 刚才满足 不满足上述的 可变对价 及可变对价 后续变动 以及 可变对价 及后续变动中 没有满足上述条件的剩余部分 那么怎么办呢 那么就得分摊了 因为那个 这种情况下 起码两以上了 两以上 那么就要分摊了 一个不需要分摊 跟手关就算谁的 对吧 那么按照分摊的一般原则 将其分摊至合同中的各单向旅业务 对于 关键在这 这又一个最麻烦的事 对于已经履行的旅业务 其分摊的可变对价的后续变动金额 还应该调整变更当期的金额 这里特别强调就是 如果已经履了 已经履了 其分摊的可变对价的后续变动 这里强调可变对价的后续变动 那么就应该调整什么 变更当期 调整变更当期 所以这是可变对价 可变对价 不是那合同变更 不是那合同变更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可变对价后续的变动 还应该调整什么 以前期间的 而以前期间这个金额都调整到 当期作为估计变更 作为估计变更 所以调整变动的当期的收入 当期的收入 好下面举例来说明 举例来说明 那么这个例子非常简单 假公司和乙公司签订合同 假公司将拥有两项专利技术 A和B授予给乙公司两个 两项授予分别构成了 单项旅义务 两个单项旅义务 而且都属于10点旅行义务 10点 合同约定 授予专利权A的价格是160万 授予专利权B的价格 为乙公司使用该专利技术 所生产产品的售价 也就是销售额的5% 好专利权A和B的单独售价 分别是160和200万 假公司估计其就授权使用专利权B 而有权收取的对价金额也正好200万 说明什么 A和B都没打折 没打折吧 没打折 那么你看一下 授予专利权的A的交易价格160 那么单独售价也160 那么按照那个B 按照收入的5% 你来确认你的收入情况下 那么这个使用费的 这个单独售价200万 也是一样的 所以说白了没打折 好 那么现在来看一下 该合同中包含了固定对价和可变对价 授予使用专利权A 是固定的价格 固定的价格 那么这种情况下跟谁有关 仅仅和A有关 和B没有关系 而且与单独售价一致 所以授权使用专利权B的这个价格 我以公司使用该专利权所生产销售产品的5% 这是可变的 这是可变的 你收入金额不一样 我们收取的使用费也不一样 那么该可变对价 需要不需要分摊 需要不需要在AB时间分摊 不需要 该可变对价全部与授权使用专利权B 能够收取对价有关和A没有关系 所以这个可变对价不需要在AB时间分摊 都应该算B的 所以且假公司基于实际销售估计收取的特许权使用费的金额 是接近B的单独售价 而且也没打折 也没打折 因此假公司将可变对价这部分的特许权使用费的金额 全部由B承担 符合这个交易价格分摊的目标 所以这属于单项的 那么假公司授予以使用专利这个B 这个内容呢 授予这个专利权B的时候 不能确认收入 为什么呢 它没有产生收入 没有产生收入 所以授予以公司使用B的时候 不能确认收入 什么是确认收入 那么对方有收入了 有收入啊 所以假公司在以公司发生后续销售时 他有了收入了 基于销售使用费来确认收入 通常是某个资产负债表日 而A呢 当授权使用 以公司使用那专利权A的时候 马上就可以确认收入 因为前面说了是10.15 马上就可以确认 因为他这个金额是固定的 那么这道题的可变对价 是和B有关 仅仅和B有关 属于单项 不需要分配 不需要按照一般原则 什么去按照单独售价比例分配 不需要 仅仅和B有关 这是第三个问题 那么一个比一个难 那么一个是合同折合分摊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什么 那么还讲的这个内容 这个内容大家的学习手 可变对价分摊 稍微好弄一点